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月二组第一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特设实际 对赛双方为正方坚乐中学 以及反方保良局八周年李肇中纪念中学 现在请让我介绍双方的辩元 正方主辩高云咒同学 第一副辩黎心言同学 第二副辩陈添同学 结辩陈嘉荣同学 接客来是反方的台上辩元 反方主辩沈芳盈同学 反方一副何安妮同学 二副刘穎晴同学 结辩许业亭同学 我们都很高兴请到今天三位的评判 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蓝田圣宝陆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许天恩老师 协欣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何冠能老师 以及金巴林奖老师 以及金巴林奖老会 尤道中学辩论队教练 郭浩然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及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辩完成发言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紧接发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将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 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外 每一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有叮一响提示 叮 够钟即有叮两响的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即会连叮几下 叮叮叮 详细的赛规已发布与各参赛的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2004年复委会友谊相关之陈 包括电梯中所指的公屋加持 生产质准致 交流房地产讯学基金管理 公屋加持完全以市场形式 律作以利益最强化文学标 不再考虑社会责任 因此公屋居民同学可入院法院 得以防卫会出售公屋资产会违反 公屋做来中 确保为居民提供生活设施的规定 可能违反以较低价格向公屋住户提供服务寓意 即使最后司法国份失败 但这个例子足以证明 社会上有人不免房委会出售资产 担心会令公屋基层将来的生活开支加弹 事实上领会上市至今 社会上一直有大量的声音 批评房委会出售公屋资产 瘟狂加装 即是刚初之前俱行这个计划的 立法会议员都认为这个方案有错 提出云后领展 及后领展将部份的公屋街市出售民邦和香港街市 然后两者分别将部份的公屋街市进行主题设计化 例如石尼街市的幻座风设计 鸦利州新村街市的马图风设计 有爱街市的童话故事小屋主题设计 可达根市的红楼白主题设计等 值得留意的是 主题设计的活化街市和平原活化街市分别就是在装饰上 多一些装饰品 例如爱称多一条红楼白 手套多一些烟饰电话亭 墙身多一些艺装的中国古代建设的同登来 我方今日不反对活化公屋街市 即是在公屋街市装空调系统 保持街市光所卫生 但至于主题设计 从外观外表上吸引客户 我方就认为不切实际 而根据台湾教的报告与词件 不切实际即是不符合实状况和需要 而我方认为用主题设计或发公屋街市 最后会换符合公屋居民 街市商户 街市公司的要求 最后三项 首先 挖重取宠的主题设计街市 根本就不符合公屋住户的生活需求 公屋住户的特征就是基层 低收入市 而公屋街市本来的用意 是为公屋住户提供教育物理的新鲜食材 但是这些外表、装饰、装条罗伯 多了个人桶 装修用的质多了 中工贵了 物价都会高了 身家又可以公屋居民的生活开支 因此外表提升 根本就不会符合公屋居民的生活需求 不切实际 第二 装饰设计不会令商户得益 反而令商户的装申负担增加 最后选手离居 选择设计木化公屋街市 原本的目的是为挨市增加人口 增加商户的收入来源 但是到底这些纜体信用的话 装一条宿迷又怎样可以吸引多些人口 就算吸引到 或许都不一定旺材 市民在外国会 会不会因为一些欧陆风的交番 而快去买数 又会不会因为外场多了些图案 而买了多个产丝 因此商户不一定有增益 但是租金又不断增加 大量的老店、小租户 都因为受不了家租 而被迫接离场 最后公居民态 商户离场 空置率增加 街市公司也有无重增益 以上论点交流 各方负便长寿论 最后请任方主便回答 主题设计木化 给单单木化 是否用多了成本 而这些成本 最后是否转嫁给市民 恭喜各位 下来是反方主便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讲可以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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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各位 大家好 歸勒 有方四分钟的开变 不难发现有方同学 认为不切实际 也就是建基于 对公屋街市的 无知和不理解 漫步感染不信 今天所谓领治街市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有方同学会有这些误解呢 可能是因为有方完全没有亲身贴地却过去看 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全面 充分的理解 传媒的报道 譬如新京的石离街市 以九十年代曬治区作主题 其实传媒也有广泛报道 例如明报的标题 说旧巴士站复活 巴士迹布也说石离街市换身装 仍入住旧日的情怀 其实大家都看到 对主题设计是有正面反应的 为什么有方同学会跟我们说不切实际呢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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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先定義一下 在開始之前我們來釐清辯題的部分字眼 主題設計是指經羽毛的主題設計 南方的全面翻身而活化就是負於街市活力 導致吸引、招呼並提高人流的目的 而題目中的關鍵字眼就是不切實際 將活化方法定性為不切實際 我標準有兩個 一它不可行 二是不符合現實的需要 我們會從兩個方面論證 可行性 我們事實勝於紅田主題發生之後的街市人流 和使用率都大大上升 而需要性方面 首先對街市本身的意見 骯髒、舊、勒派這些街市的標籤 就是有同學今天對他們所謂的標籤 岡方今天跟我們說 街市是骯髒給一些基層市民買東西的地方 但其實標籤街市是不可取 標籤基層是更加不可取 我方同學現在竟然跟我們說 基層是不值得一些乾淨衛生的環境 我方同學 你一點人情味都沒有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還會認為一定要 還要翻新街市呢? 而且 主題翻新前的街市 又臭又髒 街坊都不喜歡去 人流又低 商戶又少 好像石尼街市一樣 以前石尼街市 也有老鼠出沒 空置率有三成 街坊都願意去遠一點的街市買菜 翻新之後人流多了 街坊回落又多了很多散客 這樣的話 人流多了 就增加了他們的吸引力 所以有方同學說 旺丁連旺財 我們就不認同 當你去過主題設計的街市打卡 你會不會去那裡吃吃小吃 喝杯珍珠奶茶才走呢? 這些連大的消費 不算是旺財的一種 難道一個人去一個景點打溪日 就真的什麼都不會消費嗎? 就算一個人是這樣 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 是不是都會這樣呢? 所以旺丁必須旺財 旺丁必須旺財 旺丁都必然會旺財 而成本轉價方面 其實發展商是有辦法 使成本是不轉價的 例如說 他們會有一個通宵開放的小食家 讓大家去吃宵夜 有方今天就低估了發展商的能力 而更醜化了他們 為什麼一定會透過貴租 而達成貴菜 去消費者轉價成本呢? 請有方同學解答問題 Common apply 選擇請評ost 師傅請指其間奏 請請看評ost 意見不見 才能夠證明你們的攻堅是成功,謝謝各位 接下來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一分鐘,反方主辯準備一分鐘,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的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以及回答一次後,回到正方一副的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亦請評判注意的是,在填寫台上發問分子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架依法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架才是發問的分數 好,現在請正方 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在台上的發問 準備好就可以說可以了 由直後 由方主辯提問 說的,由點全部都是以會發達的 又不是主題設計帶來的好處 我雙方是支持會發達不支持主題設計 因為主題設計根本就是不實在 請由方主辯回答我這些問題 第一,主人設計會不會增加成本?成本又會轉嫁呢? 第二,外表是否真的能確保人能和消費呢? 第三,人能是否等於消費呢? 第四,主人設計的必要值在哪裏? 剛才的主辯提供我們看不到的必要性 第五,有否和我們覺得街市的感覺人群是哪些人呢? 謝謝各位 好,反方主辯,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為了,那間是與心臟十分離的時間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進去 謝謝各位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結構更新最期的時間 不得分給我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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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主辩答辩,你有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有分同学,你们今天将关注点放在成本上,但我们也需要注重它的成本效益,它的好处也会有很多人谋,它可以有资本去赚他们损失了金钱,令到他们的生年压上升 所以据上我们也说过,主题世界比翻身好,在哪方面呢?主题世界包括活化商场,除了可以改善设施之外,还可以增加它的个性和意义,令到它有归属感和投入和互动 在人们打卡的过程中,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的作用,令到它有一个很鲜明的形象,有了生客,自然会有更多的生意眼 请问这样,不至实际呢?多谢 好,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变缘作台商发问 有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今天有分和我,原来只是将主题设计当成多了一些装饰品,但你知不知道多了这些装饰品有多大的价值? 我方看到数据,清衣长发市场,在主题活发之后人流升两倍 深水埗麗角街市,在主题活发之后人流升三倍 对你来说,这些就是人流的数据,就是多了人去,你承不承认这点? 好,现在正方煮便,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好,现在正方煮便,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一起的时间准备,所以这是人流上最第一样的时间准备 一分钟的时间准备,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完全没了 一个第三个期间,有分钟的时间准备 接着这个时间准备的时间准备 接着这个时间准备 这么多了,就这样回去 再去到了这部分时间准备 好,我们再去找用你的时间准备 好,我们再来想及 让我们再来想到一边 中 Zombies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主便答辩 你一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那位同学刚刚提出的优点的确存在 但是这个成本 但是你刚刚提出的例子 只不过是商场而不是公屋街市 再说你增加你的人流 但是不一定会增加到商户的增益 还有长远来说,只要戒潮过了 都不会为商户带来长远的效应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的环节结束 轮到正方第一副变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答一下有个同学的问题吧 是的,公屋街市现在真的很够,觉得很骯髒 但是好像我跟婆婆所说,其实这些东西是会 可以做到,根本就不需要主席设计去做 简单单,将个街市翻身末 但已经可以足够做到,将那个环境 整得干净之下,市民用得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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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是多余的 另外,我刚刚刚提到 主要设计之后会吸引人流 但是吸引人流这些东西 这个优点是一个存在的 但是吸引人流这些东西 但这些疫情是总会过去的 就是吸引人流这些年轻人 本来就不是长期去买职业客户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令市民可以买到真实的食材 他们的主要目标股价都做不到的时候 为什么会吸引人流更多人流去那家市呢? 如我方主任所说 本方希望以创新的意念追求家市代表成一个全新的热点 即将家市代改造 装修和家市的主题设计元素进入家市 设计家市的人流,公市民,买送之后 同时成为一个大卡热点 而我方认为创新的意念 认为主题设计,即是一些怀疑不适的装饰 今天变态为了住公屋 公屋在香港最顺便的房屋里面 设计政府兴建的 而居住队最有得主要是低收入人士 基层人士等等 而公屋街市便建设在公屋范围里面 是为了各方面公居民而建设 所以有方同学 现今以主题设计的装饰公屋街市 是否对于公屋的市民是否有必要呢? 根据计计的数字 现居住在公屋和私藏房屋 居住60岁以上的长者有80万 而在2020年 第二季就少过60万 公屋居民会计有少于1,000,000 而且在公屋住很多东西接近耐性 是接近续活的 刚才可见居住在公屋的居民 但都少看见年纪较大 以及失较了与九低的市场 街市并不是商场 主要的务是售卖新鲜食材 是卖给一些城市需要补给的需品 而是一些行隔时轻轻的商品 那请问有方同学 难道养者都住户 例如这些公屋户 为了同学的市场 然后特意去街市买多女巾 又会捉紧见证 我们公屋户 又会用商场里面多架飞机 然后特意帮你多买多女巾 就算是外居居 难道又会用我们厅房屋 然后特意去街市 再惹顾问一条业 根本街市就是市民适多去的地方 追时翻新 dash后能 holidays 根本不是追时着是 do 事实上街市外表 并不是吸引过市民重往街市的原因 是全家省皆为例 政府好拒之一千七百百许翻新街市外面和厕所 不过压差才竟更加8分块 只是不搞一 dij pony市民 使客记为翻新街市外面和市场积� 施另一ường 可以反映到加設外組幣迷使用到市民幫助的原因 市民有光同學,主要是設計發生後的公職負責 這些錢就是由誰承擔呢? 正正正 接著是反方一別,第一副便,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所以今天有光同學問我們做主義設計工程的錢 其實就是發展商出錢來,然後再出錢去做這些工程 有光同學今天一直跟他說,只能活發,不用主義設計 但是又跟他說成本都有問題 難道你們只翻身就不用給成本,不用給時間,不用給金錢出來做嗎? 而且為什麼不只翻身要做主義設計呢? 就是因為翻身,主義設計當中其實包括翻身 所以他是除了翻身你們所說的優點之外 更加有其他主義設計的優點 譬如說賦予這個街市獨特性 令他們可以跟社區牽連 以及在這個社交媒體當道的世界當中 做到一個打卡宣傳的作用 有方同學一直跟他說成本很貴,成本很貴 但是有方就只看成本 就沒有理到更加重要的成本效益 好像我說,9元一個西瓜和10元兩個西瓜 我看出10元買兩個西瓜 我看上去付出的金錢好像是多了 但我收益其實也是多了 而主義設計可以帶來的成本效益 就包括人流多 人流多了,商戶就多了生意做 那麼他們可以賺點錢 而且有方同學今天就跟他說 關於這些公屋居民、長者等等 就說他們是不需要 其實有方同學這樣做 根本就是標籤問他們 你怎知道他們是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是不需要 而是沒得選擇 因為他們之前一路去的所有街市 全部都是有舊有殘有髒 他們可能也有很想一個很美 有主題和很乾淨的街市 但是他們沒得選擇 而且有方同學就跟他說成本很高 會轉價,會跪跪跪菜 其實這件事根本沒有必然關係 請有方同學證明 主題設計是導致貴了貴菜的原因 以及即使我們退一萬步 在有方同學來說 貴了租 那麼商戶 那麼多人流的情況下 我們有很多數據證明了 這些商戶其實是有能力去賺錢的 而且有方同學就說 主題設計之後 街市裡面就不會賣新鮮的菜 請問你 為什麼會有這些誤解呢 你是不是真的 其實是沒有去過任何主題街市 或者沒有找過任何資料呢 其實主題設計完的街市 它不會變成超市 不會賣其他東西 它都是賣回街市裡面的東西 不過它漂亮了,乾淨了 今天我方開篇 用事例和數據證明了 主題活法是能夠為街市帶來人流的 而且論證了很多好處 在可能性方面,事實性也豪華 我方舉出了很多例子 證明各種成功的主題設計在街市 而我方一直在說 環境漂亮了,自然就有人被吸引 人流數會上升,商機就會增加 而且數據證明 以往街市空置率高企的情況持續 好像那個街市一樣 就有十多年那麼多 現在主題設計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好像機會旗下的所有主題卡市 出租率都是一百個百分比 絕對不像溫和所說的 說什麼空置都上升了 而且當商戶多了 它之間就可以互相檢視 對面一家獨大的問題 就可以架低者得 最後我想請溫和輪正你們所說的話 是有事實根據 而不是你們的想像 多謝各位 接著是政方第二副片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降可疑 請降可疑 除了公公屋居民之外 接著活化街市 對於街市的浪化 即是百貨而無一利 剛剛有幫我一直不停提到 活化不用錢嗎? 活化不用錢嗎? 當然,活化是需要錢的 但是今天主要是設計 不需要錢嗎?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單單單用活化 整個街市 可以吸引到其他人 吸引到公屋居民 可以繼續來街市消費呢? 當然有幫我一直都解釋不到 一陣子 一陣子說活化 活化不用錢嗎? 但是有幫我根本上沒有理 根本就沒有理 主要人設計 其實都是需要成本的 而主要設計 活化街市 亦都未能詳細增加人流 亦都未能增加消費 有分別提供 主要設計活化 加市可以吸引人流 即是需要高成果 主要是會做主人之計 開始今天發市的承辦 收不息落總管一擦千金 在一個公公公街市 領息領水 或者吸引人流 來加市打卡 在許多部上一段 第一、兩個月之後 主要收視感過了 打卡業前消退 主要設計 沒有吸引人的地方人流 發展的消失 根本就不是一個場面的好處 雖然起碼可以不斷更新 主要吸引人流 但關於整個家市幾個月 住幾次大方式 根本就不符合成本效益 最終家市的人流 根本就因為主要設計 多了 在家長 有人流就不可以有消費 有幾多人發明卡 之後會買貨彩 有消費都是小食的生活 所以其他家市 都要賣食材的生活 根本收益就不會有多 根本收益就不會多 最終方法都不會因為 有主要設計的收入更多 第二 主要設計六百家市 能夠當成的食證上像 以及備得定 需要為大減 當家市要以主要設計 翻新的時候 都會有平衡維修工程 對於有個家市 依然一般延長 主題翻新 而需要花底 家市幾個月 有家市熟食店的職業時期 憲哥為了符合消販 和水質大減 裝修和設備 就投資了一百萬 未回顧便被趕離場 可見主要設計六百家 翻新的過程 都會令到組合的收入大減 而且主要設計六百之後 承諾相大多神機加價 令到要調某商品 價錢和平衡租金 以懷走香港為設計 設計的工夫 一通加加市為例 市民就因為物價過多 資譬如減低 造成商務的收入排檔 成功不利 軌租 就只要業業地上 最後我想問 尤方同學 即是設計計工夫 加市民 為何能夠將他們接受 黃毀中心去救經營 尤方同學 可否舉足實體 來自我們代替 現在進入台下發明的環節 先由正方臺下 派出偉辯園 向反方臺 是反方二副 是反方二副本園 不好意思 現在有請反方第二副辯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跟我們講基層 然後跟我們講 你這樣翻身後 必然會有貴賣貴租的情況出現 但有方 請你想清楚 這個究竟是一個謬誤 是你想像出來的 還是真的有數據證明 租金真的上升了呢? 其次 其實看回鳳德街市的例子 領展在商場普通翻身後 都已經大幅加租 租金上升是1.5倍的 而在2010年 普通翻身的大埔大園街市 是三年都沒有加租 證明其實你翻身了 不一定加租 你不翻身也不一定不加租 好了 其次 講回你的主題 翻身和普通翻身 沒錯 的確是都要錢 但問題是 究竟是不是貴很多呢? 我今天游一幅牆 白色也是游 粉紅色也是游 為什麼你會覺得成本貴很多呢? 但是成本就差不多了 但效益又怎麼算呢? 效益上面 它在差別上面 就是主題翻身可以帶來人流 而普通翻身不能 今天我方已經提出了很多數據 主題翻身可以把整個人流提升三倍 兩倍 這樣的數據 為什麼不是證明主題翻身 真的很吸引 真的可以吸引到生意額 令到生意額上升的一種方法呢? 再來 你們打基層 但是今天基層沒錯 他們的確不是有錢人 但是這樣代表 他們不值得擁有一個乾淨的 漂亮的 一個良好的購物體驗嗎? 不是 而今天我們看到 其實貴租的情況不一定出現 貴菜的情況也不一定出現 為什麼在成本相約的情況下 他們不值得擁有一個更好的購物體驗呢? 好了 今天有方說到 其實有方不得不承認 人流的確會增加了 就是他們擔心是不是旺丁不旺財 但是我方看到了 原來在主題翻身之後 很多街市的租用率都是大增的 證明其實很多生意人 是看中了他的商機 今天有方為什麼相信自己 而不相信生意人的頭腦呢? 再者 做生意最基本就是要有人 既然我吸引到人流 難道有多少人 就是一天游 在街市裡面一天打卡 但是什麼都不做呢? 我和你一起計算 如果有一千個人去路過那間店 裡面只有一百個人 買一枝豆漿 十元一枝豆漿 其實那間店每天靠豆漿 就可以淨賺一千元 有方今天支持活化 但是不支持主題活化 但是其實是因為有方 也不想看到一個裝亂差的街市 但是有方不想看到裝亂差的街市 其實只是考慮到其中一方面的功能 但是沒有考慮到 其實這個街市的租用率這麼低的時候 究竟我們的小商會如何生存下去 但是有方要生存下去必須要付出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所謂的我們的成本上升 但是今天有方並沒有證明到成本上升多少 今天有方說到其實不設實者的定義 和我們有方是一樣的 就是去關注各個持份者的需要 今天看到了 中國需要曝光 他們需要生意 街坊需要乾淨衛生的購買環境 以及多選擇的市場 更進一步 街坊需要充滿趣味 走進去 會令到他們深情愉悅的購物體驗 以及可以用來談話更常的集體回憶 這些全部都是 普通翻身不能做到 而主題翻身能夠做到 那怎會是多餘呢? 肯請有方和我回答 謝謝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而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一分鐘 台上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一兩次台下的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 可以由同一位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 現在開始 請正方拍出一位便員 作出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分鐘的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 我方已經提及到 我們是之前會發言 而不支持主題設計 我給了一個例子 是你家中收 你當然不會聽我自己做一個 神套的圖樓裏 當我想裝修這個圖樓的時候 是否代表我要把自己的家 給我四筆帳 搞到要有一個主題設計 如果你有一個主題設計 有圖畫化 你才能夠留在家 而不是一個單單單的裝修 而我方已經提及過 全家的時間 我們足足用一成一千萬的愛 去裝修一個愛廠 這個愛著樓管 但是你的成果是 是靠你成果 你會不會希望自己 在家用一千萬來裝修一個愛廠呢 當你跟那一番 收入在世宗可以的基層市民講過的時候 我們用一千萬來裝修一個愛廠 如果那些成果 對你相信 他們會感到開心 他們在透明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感到開心 我們就不會再提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都承認了這個教材館的時候 那待會我們跟你們一起 叮叮 請停點發言 不好意思 我太忙了 我完全聽不到 聽不到她說什麼 我可以重新發言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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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換了好些收音 來重新發言一次 或者問評判 你們聽的收音會是怎樣的 聽不聽得清楚 我只是聽到幾個字 我認同是有點難聽到裡面的內容 可以再問一次 建學的同學 介不介意你們再試一次音才開始 你們台客發問的同學 或者可以拿著你們的裝置 會不會好一點 或者你們在走近一點的裝置 試一次 再試一次音 可以嗎 好 好 好 試多一點音才開始 建學的同學 不好意思 評判一下 聽不聽到 我聽到反方的同學 是 是我 我現在開始 等等等等 正方的同學 你說多一兩句 看看反方的同學 那邊聽得清楚 才開始 我想問一下反方的同學 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主席評判 在在各位大家好 我方一再提及到 我們支持活化 而不支持主題設計 那我就做個例子 我想問一下反方的同學 你們會不會相處在一個陳舊的堂樓裡面 那我是當然不會的 那當你這個堂樓很陳舊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去裝修它 可能我們裝修只不過需要一百多萬的成本的時候 而你竟然要多花二十多萬三十多萬的成本 去裝修一個外場 是為了主題設計的 那當我想要一個乾淨的環境 是不同於這個主題設計 有相關聯的 是不是 那我們想要一個乾淨的家 不代表我們要把我們家 搞到有童話化 搞到要有中環文化的潮溯一變 那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主題設計 是代表我們的工作環境是有關聯的呢 那當你和那幫來靠默的市民說 我們用一個全灣街的街市街道來做例子 當他用一千萬的成本去裝修一個外場的時候 當你和那幫來靠默的市民說 我們用了一千萬來裝修一個外場的話 你和他們說那些成本是轉嫁到他身上的話 他是不是會特別開心呢 我相信是不會的 請見完庭子發言 謝謝 現在反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拜拜 感謝你 阿迅 天 D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有方和我今天問我想住行樓還是豪宅,如果他們樓價一樣的話,我當然選擇豪宅 今天有方和我講成本大增,原來在主題活發之後,但問題是數據在哪裡呢? 我方說了,其實這棟牆由白色和粉紅色,究竟成本增在哪裡呢? 例如萬聖節,你都會掛裝飾在店舖裏面,只不過是將萬聖節的裝飾長年掛在那裏 究竟成本增在哪裡呢? 就算成本真的增加了一點 但是我換來的是數值的提升,原來是我愉悅的購物體驗,是不是極端到一個位置不切實際呢? 第三,你說成本轉價,但到現在我們並沒有聽到任何一項數據,是關於你的成本轉價,究竟物價上升了多少? 那是不是你想想,你猜,你覺得是必然,所以他就成本轉價了呢? 其實我方看到,原來發展商多了舖位可以出租,多了出租的收入 而普通的小商戶,他們可以開業至凌晨,那些凌晨的開業時間可以幫他們增加 請變員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作出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趕可以 示範,示範 可以 好了,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基層市民年紀大,收入低 我想問有方同學,首先你問他物價貴了才令他們負擔 首先第一,想問為什麼物價會貴了 第二,為什麼他們年紀大收入低,今天就不值得一個更漂亮更乾淨的家屬 其次,今天義父跟我們說,活化是需要時間,讓商戶的收入減少 我想問有方同學,今天活化是否不需要時間 有方同學可以說,主題活化是需要很多時間 活化如果今天是否不需要時間 如果活化也需要時間,有方同學街市也不應該活化 好,現在正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是 有方同學,我完全聽不清楚你們說什麼 可不可以再重複一次 我是評判,我認為剛才的問題很清楚 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不清楚 他爆音 或者問一下其他評判的意見是怎樣 原則上我聽得清楚 但我都想問一下 就是 剛才技術上如果你聽不清楚 你是全條問題都聽不清楚 還是 只是最後的那條問題 聽不清楚 最後的那條問題 最後的那條問題 聽不清楚 好,如果我們給反方的同學再問多一次最後那條問題 會不會簡單些 好,麻煩你 好 好 嘯 好 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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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這樣聽不清楚 好 絲 好 OK 需要時間的時候,街市有關是不是也不應該活發呢? 好,現在正方是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一分鐘,再一次就好了 再次待會她轉 再次轉 准备时间结束,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另外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刚可疑 可以 主席、评判 他们有跟我不断地说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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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会发达来的好处 我明白有跟我可能没时间找出资料 连商场的资料都拿出来 根本不断地说日流多日流多日流多 但没有详细的数据去证明 根本就是黑化厚 接着有方同学的标签 这些街市全部都是骯髒 我们活化一点就不骯髒 接着有方同学说 活化可以,活化会很浪费时间 但有方同学没有想过,你不活化 你又如何主理设计呢? 不可以一个骯髒的街市 会加一个直视来的设计上去? 多谢各位 好,现在请正方派出一位便员 作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清江可疑 这个环节可能因为台下的收音会比较差 出来的同学是否介意试一下 当反方觉得OK或正方觉得OK才开始 主席评判,你们听不听到? 我这边接收清晰的 反方同学会 但问题是你会不会这样弯低 不如找回你一会说话的姿势 不会的 所以你用回你一会发言的姿势 说几句话就会清楚 好,好,好,好 我想问有方同学听不听得清楚? 听得很清楚,谢谢你 好,可以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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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席 准备好就可以说声可以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就如刚才有方同学所说的 就好像公屋街市 你们又用了商场来做例子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们是不是已经离了题呢? 还有我又想问 当这个成本高了的时候 是不是又会转嫁去消费者身上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反方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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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是这样的时间准备 好,现在反方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 好,现在反方有1分钟 好,现在反方有2分钟的时间准备 好看,然后准备 好,对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請問各位聽不清楚 我這邊接收聲息的,聽聽 請問正方同學聽不清晰 清晰 可以 今天有方同學集台說我們沒有找資料,說我們的數據是商場連街市 其實沒有找資料好像是有方同學,我們所說的所有例子都是商場連街市 其實他們兩個是一起的,有方同學是不能否定街市都能夠吸引到這些人流 如果你要否定的話,真的證明所有人流 全部都是因為商場所以被吸引,是完全不關這些主題活拜街市的事 而有方同學今天全場都跟他們說成本問題,成本問題 其實你們根本就證明不到成本是不是真的高很多 高過你們所贊成的翻身 也沒有說到高多少 其實高多少,高到會加租加價,令成本轉價 有方同學根本證明不到成本本身會不會高,會不會轉價 而且我們也說了,有方同學根本是醜化的發展商 其實發展商有很多方法是轉價成本 不是透過加租,而是透過以小食交為例 多了額外幾個小時的營業時間,他們就可以賺這些錢 而且我們一直都說 請辯元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作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同樣地,也可能麻煩,反方的台下同學試一下收音是否清晰 試音是否清晰 試音是否清晰 我這邊是接收清晰,請問正方同學 評判接收得清不清晰 清楚 可以 首先有方同學剛剛一直說 主題設計是貴了 那為什麼主題設計一定會成本上升呢? 如果就算真的貴了,請有方同學論證貴多少 提出數據去論證 就算去一萬步來說,真的貴了 以麗景角、麥麗角、街市例子來說 它是靚了,人流上升了三倍 出租率有兩成,升到全數出租 你好街坊,你好租戶,你好社區 那有方同學為何這筆錢是不值得的呢? 請有方同學回答我方的問題 多謝各位 好,現在正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我幫你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趕可疑 請問,請聽到? 聽到,有本來嗎? 聽到,請來 好,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 我想幫同學留意,街市的核心其實是售賣賣肉、賣菜等新鮮食材 根本就不是小食街,街市是一些副業,不是主要的業務 這些小量的增益,根本就不可以為街市達來長遠的經濟效益 所以,主要是市街只是幫助這些小商戶,根本就不可以 完全是幫到街市售賣主要業務的商戶 而且有本同學說,其實你喜歡的設計成本很低,很少錢 根本就活化都要錢等等等等 其實有本同學說到成本這麼低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做到一個吸引人流的主題設計點呢? 你要吸引人流,必定要成本高 你成本不高,怎麼做一個吸精的打卡 為何吸引人流呢? 請這個有本同學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下 另外,我想提及到,街市售賣外表是不可以吸引人流 不可以吸引人流,不可以吸引市民的光顧 就傳溫街市街為例 他回到1700萬去發生愛情 請電源停止發現 好,現在是傑變的環節 此為此,我們會由雙方傑變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聯絡旗民的建立文在 Martin Luther 行為 警察 行為 警察 行為 警察 行為 在 官方傑變有1分鐘的時間預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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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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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